第2500章案规矩办事 可以确定复违不在城中 那就是在城外 直到半个时辰后 陆叶才在城外某块幅路上 寻得复违的踪影 望着面前的情景 陆叶神色怪异 复违此刻浑身光溜溜的不着片履 摆出一个被捆绑住的姿态 口中呜呜作响 如一指驱虫一般不断扭动着 地面上满是他散乱的衣衫 看到陆叶的时候 脸色发红 连忙投以求救的眼神 可关键是 这家伙只是摆出了一个 弓形的被捆绑姿态 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东西束缚他 呜呜呜 傅违扭动身子 偏投示意陆叶来救自己 你在搞什么 陆叶看不懂了 这小子莫名其妙 跑到这里来玩的又是哪一出 呜呜呜呜 陆叶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迈不上前 宁神观桥 不得不说 傅违这家伙虽是个男子 可皮肤倒是白白嫩嫩的 一看就是没吃过多少苦 他抬手猛递在傅违身上一拍 口中立合一声 姐 道立涌动 实际上什么也没做 傅违却忽然摆脱了那种被束缚的状态 一跃而起 也能开口说话了 急急道 师兄 我终记了 那不是幻青 陆叶邪逆着他 终什么记了 方才我们一起走的时候 幻青忽然拉着我往这边来 说是找到圣首的踪影了 结果到了这里之后 他却要跟我 话头忽然顿住 脸色也骚红起来 陆叶没好气地看他一眼 岂能不知他之前到底遭遇了什么 这小子最开始便对幻青有些想法 估计怕是中了美人计 至于那种被束缚的状态 应该也只是渗手的手笔 凭他能力 完全可以做到 让傅违乌以为自己被禁锢了 身体上给出应有的反应 所以哪怕陆叶什么都没做 也能助他摆脱禁锢 因为给了他足够的心理暗示 这明显是报复 因为傅违之前骂了圣首一句 不过话说回来 圣首的性格虽然有些恶劣 但他说的某一句话倒是真的 那就是这家伙并不是杀 否则傅违这次必然凶多吉少 衣服穿上 陆叶瞪他一眼 复为这才后知后觉 连忙将散落在地上的衣衫捡起 手忙脚乱地穿戴好 跟我走 陆叶招呼一声 领着他朝圆西城返回 一路将他安全送回中枢大殿 交给优蝶照看 陆叶这才重新离开 站在那高塔顶端 陆叶左右观桥 可以确定的是 慎兽必然在暗中观察 可自己根本发现不了他的任何踪迹 连踪迹都找不出来 这要如何才能解决眼前的难题呢 闪身掠出 刺下游异 寻觅可能存在的破绽 某一刻 陆叶忽然调转方向朝一处飞去 促袭后 那边迎来一道身影 正是袁西 大人 情况怎么样 陆叶一边问着 一边身形不停地朝前接近 袁西摇头 毫无发现 话音才落 就见陆叶一刀斩下 迅如雷霆的一刀 被袁西两根玉指轻飘飘地夹住了 他带眉一羊 可以啊 大都捅 实力又有提升了 陆叶这一刀虽然不算全力爆发 但八成的实力算是有的 立刻让袁西感受到了不同 大人见谅 陆叶徐徐收刀 实在是卑职无法分辨真假 只能以此作为试探 吃过先前两次亏 所以陆叶根本不知眼前这个袁西 到底是真是假 既不知道 先斩一刀再说 若是假的 那字没得说 若是真的 凭袁西实力 还是能轻松挡下这一击的 无论如何都不会伤到他 看样子你们也被那家伙戏弄了 袁西不以为意 大人也遇到了 陆叶问道 袁西用了个也字 恐怕遇到了跟自己这边一样的情况 袁西轻笑 他弄出了你的幻影 跑来跟我胡说八道 扯一些有的没的 陆叶汗颜 又有些无奈道 那现在怎么办 袁西两手一摊 我是没办法了 只能按规矩办事 规矩 陆叶扬眉 这种事还有什么规矩可说吗 陪他姐们吧 传言善寿并不是杀 他只是太过孤单 所以但凡闯入他神通领域的生灵 都得陪他姐们逗乐 什么时候他心情好了 自然就会放我们离开了 这话跟善寿自己之前的说辞能印证得上 只是他并没有提及什么规矩 要怎么做呢 陆叶问道 顺其自然 什么都不用做 他自己会找上来的 唯一不可做的就是激怒他 不能让他不开心 陆叶了然 眼下局势连袁西都没有破解之法 那就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 两人一并返回袁西城 来到中书大殿 将事情简单说明 很快 袁西城又恢复了原状 陆叶进了自己的大都同府闭关苦修 袁西一回来就进了和和界 不见了踪影 他口上虽然说着顺其自然 但凭他傲气又怎可能真的什么都不做 袁西城被困善受的神通领域中没错 但并不代表不可以进入和和界了 他有自己的人脉 未必不能从其他人那里找到破解之法 仿佛什么都没有变 日子一天天过去 只不过陆叶偶尔查探城中情况的时候 便能发现城中明显多了一道身影 明目张胆地四处走动 找这个聊聊天 找那个说说话 有了袁西之前的叮嘱 城中修士无论是谁 都对肾手的幻影刻刻气气 不敢有任何忤逆 别来找我就好 陆叶心中这么想着 只躲在自己的府邸中不露面 然而怕什么就来什么 正苦修中的陆叶忽然感觉 有微弱的气息在自己身边流淌 鼻尖还萦绕着一丝淡淡的香气 他豁然睁眼时 便看到袁西的翘脸静在咫尺 笑隐隐地望着自己 右手微微一动 差点拔刀出翘 好歹算是忍下来了 微微眯眼 有何贵干 面前这位绝不是袁西 城主大人才不会无聊到跑来打扰自己的苦修 而除了袁西 这整个城中能再不触动静置的情况下 消无声息靠近自己到这个地步的 也只有甚了 大兜筒不要紧张 袁西微微一笑 哪怕知道这个袁西是假的 可在录夜的观察中 莫说声音 并连表情都与真正的袁西没有任何区别 尤其是称呼大兜筒的那种语气 这可真是老虎不在家 猴子称大王了 袁西自上次进了和和界之后 便在没有回来过 也不知找到能帮忙的人没有 所以善寿眼下才明目张胆地缔造出袁西的幻影 陆夜不语 固然知道善寿杀心不重 可彼此这么近的距离 让他不紧张又怎么可能 我过来只是想找大兜筒算算账 袁西轻轻开口 什么账 你砍了我几刀的账 陆夜头疼 阁下 那只是误会 果然 这家伙不但性格恶劣 还很记仇 傅为骂了他一句 他就让傅为出了个大丑 自己砍他几刀 他一直记挂在心 哪怕当时砍得只是幻影 并没有真的伤他分毫 隔了这么久 终究还是找上门来了 我可不觉得那是误会 你出手的时候可是满满的杀心呢 袁西似笑非笑 那要不你砍回来 陆夜扬眉 他不太想跟慎寿有什么交集 若能让他砍两刀就放过此事 倒也不是不行 那可不成 我见不得血 会晕血的 袁西连忙摆手 陆夜顿时露出一副 你莫不是在逗我的表情 一个不知活了多少年的老怪物 居然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会晕血 这话听着太过可笑 那阁下话阁道出来 不过分的话 我都可以接受 陆夜神色真诚 只想着赶紧将这家伙给打发走 这可是你说的 袁西伏长 陆夜心头一沉 忽觉不妙 总觉得这家伙就在这里等着自己 但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倒是不好收回来 免得激怒他 保险起见 陆夜还是补充一句 前提是不要过分 不过分不过分 袁西不住地摆手 我就是想跟你玩个好玩的游戏 什么游戏 陆夜有些警惕 能让慎觉得好玩的 大概都不会简单 这个游戏人越多越好玩 这样吧 大家一起来玩好了 反正日子这么无聊 袁西说着话 一抬手打了葛祥指 声音落下的一瞬 一圈连衣以他为中心荡过 四周的一切忽然变换起来 熟悉的房间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空旷的虚空 紧接着 一道道身影突兀地现身 格格都表情莫名 优碟 牙衣 枯致 璀璨 范雾等三位来自陈双城的镇修 富为 幻青 乃至元熙之前从和和界中买的那几个奴隶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被拖进了这个幻境中 算上路夜和元熙的话 元熙城如今成员16 一般来说 这是皇级河道城的规模 也就是刚刚创建的河道城 但眼下元熙城都已经天极了 成员还是如此稀少 主要原因还是元熙城发展太快 来不及收入合适的人手 这诸多成员中 很多都是因为陆夜的缘故才来投靠 第2501张玩格游戏 突然进入这样的地方 众人皆都一惊 不过待反应过来这事剩的手笔后 又定下了心神 这段时间圣可没少骚扰他们这些人 城中修士有一个算一个 除了陆夜 都被他不同程度地折腾过 所以也就见怪不怪了 夜哥哥 什么情况 优爹问道 颇为忌惮地望着陆夜身边的元熙 他前段时间才被圣折腾过一回 虽说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可心灵深处确实心计不已 所以眼下多少有些发怵 圣前辈要跟我们玩个好玩的游戏 陆夜盯着那张属于元熙 陆夜的小脸面无表情诋毁道 袁熙熙熙一笑身形不动 却是忽然朝后方飘去远离了陆夜 陆夜望着他开口道 前辈要玩什么怎么玩 一群人目光看了过去 袁熙道 不急不急 玩这个游戏之前 需要先分个队伍出来 我这边我是队长 你那边你是队长 剩下诸位各自选择自己的队伍吧 他话音才落 游蝶便立刻朝陆夜这边飞了过来 紧紧地贴着他 我跟夜哥哥一起 他都过来了 牙医哭只两个跟屁虫就不用说了 然后璀璨何范物三位也急忙略来 那几个奴隶同样如此 眨眼间 就只剩下幻青和复为没动 幻青是一副万事不盈于心的死集 复为不是不想去陆夜那边 只是想拉着幻青一起过去 结果没拉动 陆夜嘴角一勾 笑望着袁熙那边 不管他要玩什么 自己这边人数总是占据了优势的 那赢得最后胜利的机会就会大很多 却听袁熙道 要平均分配人数 你们这样怎么玩 算了 我自己选人吧 陆夜听得眼角一抽 你 你还有你 过来 袁熙抬手点着 被他选中的牙医委屈巴巴地 前辈 我想在这边行不行 莫说不管玩什么 他都不想跟陆夜作对 关键是自家宠母在陆夜那边 这被圣选中了 岂不是要跟宠母对抗 不行 袁熙果断拒绝 这个游戏本身就要要在 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进行 人数都不一样怎么玩 见他似乎有些生气的样子 优蝶连忙发话 过去吧 不 牙医捶着脑袋 一副很丧气的样子 被选中的不止他 枯枝也被选中了 还有一位镇修和两个奴隶 持六人分成了两倍人手 陆夜朗声道 前辈 规则是什么 这是得弄清楚了 这游戏是慎提出来的 他对其中的细节肯定很了解 自己若不搞明白 就容易吃亏 次是瞧出了陆夜心中所想 袁熙道 放心 我既说了公平公正 那绝对不会耍什么小手段 至于规则 我会传你们三句念咒 各有不同妙用 我们双方稍后各自推出一人 凭此念咒一绝生死 一言出 所有人脸色大变 要绝生死 陆夜唯唯眯眼望着袁熙 袁熙笑道 不会真死的 这里是我的地盘 生死都在我的掌控中 仅仅只是完了而已 又怎可能让你们平白丢掉性命 那以后谁还陪我 闻言众人的表情这才缓和下来 袁熙看着陆夜 你我两方都有八人 以如此方式对决 直到最后一个活下来方可为胜 陆夜想了想到 这样的对决 与各自实力有关吗 若是有关的话 那根本不用玩 胜手的实力绝对要超过在场所有人 无关 只看运气而已 我说了 是以那三句念咒对决的 并非各自实力 陆夜唯唯汗手 若如此 那还可以接受 一阵精神 那就开始吧 要不要来点赌注 袁熙提议到 陆夜立刻拒绝 不要 开玩笑 这游戏到底是个什么名堂他都不清楚 反倒是慎绝玩过很多次了 真要添加什么赌注 那就是白给 更何况 运气这东西 他从来都不太行 如果我说 你赢了 我就放你们离开呢 袁熙浅笑奄然 陆夜怦然心动 稍稍冷静了一下才问道 若是输了呢 反正都已经被困在这里 不会更糟糕了不是吗 这说说的一点毛病都没有 但陆夜依然谨慎道 我还是想听听书了会有什么后果 袁熙道 这样 我原本打算困你们一百年 若是输了的话 那就再加一百年 这狗贼 陆夜心中暗骂 若非他主动说出来 陆夜还真不知道他有这样的打算 一百年时间虽然不算长 但绝对不短 没人想一直被困在这里 但相对而言 这个赌注确实可以接受 我一搏 说不定就能直接跳出科救 好 那就这样说 陆夜汉手 我先传你们那三句念咒 袁熙开口 紧接着将三句念咒道出 很简单的念咒 陆夜听了一遍就记下了 相信其他人也如此 但只从这三句念咒 根本看不出他们到底有什么作用 那就开始吧 袁熙搓着两只小手 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 那画面简直没眼看 若是真让自家城主知道慎手拿他的样貌做出这样的动作 也不知会不会暴怒杀人 随着他话音的落下 似有无形的力量弥漫全场 陆夜盈盈感觉这一片幻境变得有什么不同 笔上 袁熙抬手一指 点了一个奴隶出来 然后看向陆夜 你也出个人 可以商量 可以自己做决定 然后我再告诉你们怎么做 陆夜想了想 也点了一个奴隶出来 主要是暂时还不清楚其中的具体流程 所以需要试试水 两个奴隶各自摇摇相对 表情忐忑不安 袁熙又打了葛祥指 各自在心中默念一句念咒 然后便可一决生死了 随着他话音落下 两个奴隶所在之地忽然弥漫出一层阴暈的光芒 将所在之地遮掩的炎炎实实 陆夜运足牧利也看不到分毫 直挤袭后 那阴暈光芒忽然消散不见 待众人看清局势后 皆都大吃一惊 两个奴隶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两件奇怪的物事 陆夜这边的那位奴隶 不知怎地化作了两条巨龙 一惊一迎 龙迎咆哮 威势凛然 互相纠缠着朝前奔腾而去 化作了一支巨大的剪刀 不断开河 疯狂地剪动着 而对面的那个奴隶化作了一张巨网 网上泛着一层清光 裹挟着天壁壁之势朝这边照了过来 还在远处 陆夜便生出一种窒息之感 只觉着大网要是照下 自己是绝对摆脱不得了 两个奴隶所花宝物迅速靠近彼此 关键无论是那金银剪还是这天网 上面都还残留着两个奴隶的五官 此刻剧都露出惶恐神色 身形明显不受控制 呼呼间碰撞在一起 金银剪明显更甚一筹 咔咔剪动着 便将那这天网剪成了好几段 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听着圣人至极 金银剪破网而出 打了转返回陆夜的阵营中 重新显露出那个奴隶原本的身形 至于那这天网也在一阵扭曲中 变成了好几节蚕尸 诡异的是 那蚕尸的缺口处没有任何鲜血流出 而且本应死去的奴隶生机 都没有受到影响 只是身体冬一块西一块的 看起来极为凄凉 一群人看得目瞪口呆 运气不错 算你赢了一阵 圆熙微微汗手 他说话的时候 那个断成好几节的奴隶症 磨动着自己的双腿 去找自己其他的躯干 可明显找的方向不对 四下乱转 陆叶回想着自己方才见到的场景 神色一时复杂 他一直觉得 圣兽要玩的游戏绝对不简单 暴以十足的警惕心 可如今来看 好像自己想多了 而且这个游戏 自己怎么看怎么觉得 有些莫名的熟悉感 再来 袁熙明显不太服气 又抬手点了一个奴隶出来 这次你上 大人 还是我来吧 陆叶这边 方才那个胜过一场的奴隶 信心十足 主动请阴 可 陆叶允下 开始了 袁熙又打了葛祥指 一如方才 阴阴光芒笼罩两道身影 几席后 光芒消散 陆叶这边的奴隶显露身影 还是方才的金银剪 两条巨龙纠缠摇摆朝前奔略 他显然还是用了上一次的念咒 陆叶一看便知要坏事 果不其然 背面冲出来一柄巨大的锤子 那锤如山月 通体泛着深幽寒光 锤子头上赫然便是那个奴隶的五官面孔 一脸的紧张神色 锤剪碰撞 剪刀上的面孔瞬间便从信心十足变得惊恶万分 只因在这样的碰撞中 他没有如上次那样占到什么便宜 反而被锤锤猛烈轰击 砸得痛不欲生 只简单的几锤 才胜过一场的金银剪就被砸扁了 两道光芒一闪 重新返回各自阵营前 两个奴隶也显露出了身形 袁熙那边的奴隶安然无恙 陆叶这边的奴隶已经变成了一张指人了 哈 你输了 袁熙大笑 陆叶侧目望着站在自己身边不远处的指人奴隶 眼角抄得更厉害了 第2502张剪刀石头布 那之前才胜过一场的奴隶此刻真的就变成一张指人了 五官俱在 手脚不缺 生机也没有丝毫折损 但形态上就是一张薄片 可有不妥 陆叶问道 那奴隶摇头 回大人 没有不妥 陆叶点点头 看样子正如慎之前所说 这里是他的地盘 所有人的生死都受他掌控 所以哪怕被砸成指人 或者被剪成好几节 也不会有任何性命之忧 这必然又是一种极为高明的幻术 叶哥哥 我看明白了 优叠凑上来巧声说道 他那三句念咒 对应着三种宝物形态 眼下来看 这三种宝物形态硬是互相克制的 金银剪克制遮天网 锤子克制金银剪 那遮天网必然会克制锤子的 陆叶神色莫名地复杂 这游戏叫剪刀石头布 趁着家伙到底的有多无聊 这种游戏也能玩得津津有味 亏了陆叶之前还以为 他会有什么好高端的玩法 一直抱以警惕和忐忑之心 剪刀石头布 又得想了一下 倒是简单贴切的名字 只从之前两场来看 比拼的完全就是运气 因为在圣的手段下 对决的双方根本不知 对抗者会展露出什么样的形态 所以根本无从预判和防备 如此的话 那这场游戏无论敌我双方 获胜的概率都是五五开 陆叶这边肯定是动不了什么手脚的 至于圣 从他之前的种种表现来看 他恐怕会更注重这种游戏的体验感 所以也不会动手脚 陆叶有些交心 因为运气这东西 他从来都不太行 眼下对决两场 各自阵亡了一个努力 陆叶连忙又选出一位 第三场开始 一如之前 在所有人的关注中 那阴暈的光芒消散后 两件一模一样的宝物忽然呈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是两张遮天网 迅速略进彼此 一番交锋之后 各自返回了自己的阵营 陆叶本以为这必然是个平手的状态 因为他所知道的规则便是如此 谁曾想着交锋的两位回来之后 身子居然变得支离破碎 东一块西一块 好像被人斩成了碎片 这事同归于尽了 陆叶微微皱眉 倒也不是不能接受 反正敌人没占到便宜就等于自己这边不吃亏 交锋继续 互有输赢 陆叶虽然觉得肾应该不会动什么手脚 但总还是要防备一二的 可观桥间 只见他所画的圆叶好像全身心地 投入到了这个又知道几点的游戏中 每当他那边获胜时 他都会哈哈大笑 反倒是输了 就如丧考笔 骂骂咧咧 这样的交锋速度其实是很快的 没一会功夫 双方阵营便都只剩下四个了 陆叶这边除了优点 还有璀璨和饭物 圆叶那边则是牙医 复为何幻青 方才一场是牙医胜了陆叶这边的一位振修 那可怜的振修被牙医所画的锤子把整个人都捶扁了 此刻正义恋爱商帝待在陆叶脚边 牙医虽然获胜 可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因为不管他如今在哪个阵营 心总是向着陆叶这边的 他也想陆叶这边获胜 然后带着大家摆脱圣的纠缠 可偏偏他赢了 我来 范物上前一步 与牙医摇摇对峙 范物人老成精 说话的时候目光直视着牙医 似是想给他传递些什么讯息 可慎起会让他轻易得逞 一个响直打起 阴晕的光芒便将两道身影全部包裹住了 片刻后 当光芒消散时 陆叶心头一沉 知道范物要糟 因为他这次幻化的是金银剪 而牙医那边却是一柄俱锤 金银剪上 范物的五官变得很痛苦 可即便如此 他也和牙医生赢了上去 主要是控制不了自己 然后眼睁睁看着同样表情痛苦的牙医 将自己垂扁 等范物重新回到陆叶身边的时候 神情有些低迷 让大人失望了 陆叶宽慰道 凭运气的事 错不在你 然后转头看向优蝶和璀璨 下一个你们谁上 我上吧 璀璨握着两只拳头 一副视死如归的架势 陆叶道 别紧张 也别多想 遵循自己的心意做选择 你只要选的不是被克制的状态 都能将对手拿下 按照慎的规则 即便宝物形态相同也是得同归于尽的结果 所以会落败 只有三选一的情况出现 嗯 璀璨点头 明显多了些信心 又一次交锋开始了 不得不说 这游戏虽然简单到幼稚 但眼下陆叶还真有点紧张 因为如果璀璨再输了的话 那他这边就只剩下自己跟优蝶两个了 反倒是对方还有四位 这种只凭运气的交锋对决 人数越少 赢面就越小 阴云光芒消散 陆叶迅速看清璀璨和牙医两人的宝物形态 心头顿时一沉 优蝶也亚然至极 这小女子运气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了 无他 这次的交锋 赫然又将是牙医获胜 片刻后 身子被垂扁了的璀璨垂头丧气地走了回来 默默无语地退到陆叶身后 然后蹲了下来 哈哈哈哈 还有谁 袁熙在那边双手掐着腰 目中无人地猖狂大笑 好似赢得胜利的是他一样 不过话说回来 牙医这运气确实好得有些过分了 居然能凭一己之力击败了陆叶这边的三元大将 看明白了吗 陆叶悄悄给优蝶传音 优蝶汉手 拱了 交给你了 优蝶信心十足地上前 袁熙收了笑声 一脸玩味地望着他 阴晕的光芒浮现出来 带着消散时 陆叶的表情变得错愕 因为优蝶这边幻化的使着天网形态 可牙医那边竟是金银剪 他勃然大怒 望着袁熙道 你耍赖 袁熙似笑非笑 到底是谁在耍赖 李当我看不透你们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个小姑娘已经连续两次念了同一种念咒 不就是想悄悄地给你们传递出这个信息吗 我早就跟你说了 这个游戏要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进行 你们既然破坏规则 那就不要怪我动点小手段了 李说什么我听不懂 陆叶嘴硬道 他从未想过要在身的眼皮子底下明目张胆动什么手脚 但牙医方才悄悄传递出来的信息 他确实看明白了 优叠也明白 所以优叠才会幻化成遮天网的形态 正常情况下 牙医此刻应该依然是个锯锤的形态 可他偏偏是金银剪 这明显不对劲 是神案中干涉了 不 牙医痛苦的声音传出 巨大剪刀上 五官都变得扭曲 可依然阻挡不了那巨大的金银剪咔嚓 将遮天网剪成好几段 优叠归来 身子支离破碎的 牙医恢复成原本的模样 跪倒在原地 痛哭流涕 祖母 我有罪 我有死罪 请祖母责罚 身为优叠的嫡系重足 牙医日后无论成就多高 对优叠的一腔忠心 都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他也从未有过要伤害优叠的念头 但在方才的规则下 他却将自己最敬爱的祖母 剪成了好几节 纵然知道祖母不可能真的因此而亡 可那样的画面依然对他造成了 巨大的心理冲击 几乎要让他崩溃 优叠叹息 不关你的事 起来吧 牙医依然痛哭流涕 常跪不起 陆叶恶狠狠地瞪着袁熙 袁熙脸色冷了下来 本来大家玩得挺开心 你们非要来这么一出 我平生最讨厌玩不起的人了 我要狠狠地责罚你们 一看他好像真的动怒 陆叶心头一个机灵 连忙道 前辈息怒 这一场是我们输了 可不能真让他生气 眼下虽然希望不大了 但总还有一波的机会 就算输了 也只是在家一百年的时间 可真要让他责罚 那就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了 袁熙这残怒一烧简 抬手点了点自己的眼睛 一脸的警告 这一次就绕过你们 没有下一次 也别在我眼皮子底下耍任何花招 明白 陆叶汉手 那就继续 陆叶转头看了看自己身边 一群残兵败将 八个人的阵容 就只剩下自己孤家寡人了 反观对方 牙医 傅伟 唤青 加上肾 依然四个 陆叶觉得难办 一亿敌四 赢一个有机会 赢两个也有可能 但想如牙医那样赢下三四场 那就不太现实了 可是已至此 别无他法 他迈不上前 牙医还跪在那里哀嚎痛苦 哪怕优蝶说了不是他的错 他好像也没法放过自己 一副生无可恋的神态 好机会 牙医这状态明显心神不住 这种状态下 他的好运未必会继续奏效 开始吧 陆叶低喝一声 冰晕喜 笼罩全身 陆叶再不见外界景象 他心思转动 一时也不知该选择 拿到念咒 但转念想起方才的事 便隐隐觉得牙医应该不会再选择剧锤形态了 免得再让肾罩麻烦 那就只剩下这天网和金银姐 一念间 陆叶有了决断 口中念咒声响起 当阴晕光芒消散的时候 陆叶只觉自身一阵扭曲幻化 分成了两半 一半金一半银 纠缠咆哮 凝成一把巨大的剪刀 举目望去 他心中顿时一定 赌对了 第2503章1600年 牙医就是用金银姐的形态将优叠减成好几段的 这让他负罪感深重 所以他绝不可能再选择这种形态 而在不好选择聚锤形态的前提下 又不会选择金银姐 那么牙医的选择就只有一个 金银姐与这天网的碰撞 最终以金银姐获胜而告终 陆叶身形归来 牙医也变得支离破碎 却好像解脱 不错啊小子 盛明显看出了什么 不过方才交锋与上一次不同 那是陆叶正确的判断 所以并不是耍弄什么手段 他也无从指摘 不过下一次你就没这么好运了 盛就跟格小孩子一样 神色很立地放着狠话 然后抬手一指复为 你去 复为不想上阵 却又不能反抗 只能迈步上前 望着陆叶苦笑道 师兄得罪了 放马过来 陆叶点点头 他算是看明白了 盛确实很喜欢这种游戏 所以想要迎合他的话 就必须地将自己沉浸在这种幼稚之中 认真地去玩闹 如此才能赢得他的好感 陆叶对自己赢得最后的胜利 不抱什么期望 但如果这一次能让肾瘦玩得开心了 回头说不定能找到别的什么机会 抱着这种心态 陆叶自己心情也轻松许多 这一次没特意做什么选择 脑子里面蹦出来的是什么念咒便直接念动了 当他看清复为那边的状况时 顿时心头一喜 因为复为此刻的形态 正好被自己克制 在下一城 如此情况 让陆叶身边的这群残兵败将皆都精神一震 就连肾那边的众人也露出期待神色 自己这运气还真够可以的 陆叶也没想到自己能连胜两场 顿时信心十足 下一位 只要解决了幻青 那就是他与肾的对决了 有希望 而只要他能赢了这一阵 就可以带着袁西城从肾的神通领域中脱困而出 幻青迈不上前 也无需肾来指派了 因为肾身边就只剩下他一个 他依然是那种万事不盈于心的死集 低垂着头颅站定身形 臭小子 我倒要看看你这一场还能不能赢 袁西咬牙切齿地望着陆叶 那你就拭目以待吧 陆叶轻笑一声 被阴晕光芒笼罩住了身形 另一边 幻青也有了同样的遭遇 但他却忽然微微抬头 目光看向陆叶所在的位置 眸光中一丝奇异的光芒一闪而逝 这般动静极其微弱 又有那阴晕光芒阻隔 莫说其他人没发现 便连沉浸在游戏快乐中的肾都没有察觉 光芒消散时 一柄锯锤上 陆叶的五官变得痛苦 因为迎面一张大网朝自己照了过来 就说自己的运气不会忽然变得这么好 方才能胜两场已是极限 连胜三场当真是失望 等到陆叶所话锯锤被遮天网切割的支离破碎后 袁西府长大笑起来 你输了 你们要被我困在这里两百年 两百年 陆叶只觉一柄大锤轰在自己脑门上 满脑袋惊心直冒 可是已至此也只能愿赌服输 他不可能也没有那个能力去跟肾掰扯什么东西 整个幻境中 也只有袁西哈哈大笑 余下众人皆都心情沉重 再来再来 袁西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 陆叶一惊 还来 袁西道 怎么 输了一次就退缩了 难道你就不想赢回来吗 陆叶眨眨眼 心想好像也是哦 这一次输的主要问题还是 牙医的运气太好了 如果不是牙医连胜四阵 几方未必会输 唯唯眯眼道 前辈还想玩 当然 一次怎么够 那赌注呢 还是百年 不妥不妥 陆叶摇头 如果赌注依然只是百年的话 那就不完了 没什么意思 咱们要玩就玩大一点 那你说多少 两百年 袁西文言笑了 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啊 你就说玩不玩吧 要玩的话就继续 不玩的话就放我们出去 或者说前辈玩不起 那也无所谓 袁西明嘴道 这么幼稚的激将法对我没用 不过我还是要玩 因为我乐意 我有一个条件 陆叶立刻开口 我要先选人 可以 你想怎样都可以 袁西一口答应下来 陆叶立刻转头看向牙医 这种气韵加深的帮手绝对不能错过 牙医也心领神会 赶紧来到陆叶身边站好 选了牙医 优叠自然就不能放过 剩下几人 陆叶都选了之前获胜过的 因为这几人之前获胜过 所以运气应该都算不错 各自阵容选定 一个个纸片人 还有支离破碎的身躯 又恢复了原样 幼稚的游戏再次开始了 陆叶满怀期待 半个时辰后 他脸色漆黑地望着 把脑袋递到胸口处 支离破碎的牙医 你什么情况 这位被他寄予厚望的气韵帮手 根本没能重复之前的势如破竹 只是上阵了一场 就被对面的傅伟一招带走了 亏得他还特意将牙医 放在压轴位置 甚至自己本身出场 都要比他更早一些 牙医不说话 满面惭愧 没被动什么手脚吧 陆叶皱眉问道 牙医摇头 应该没有 我自己选的念咒 形态也没错 傅伟那边肯定也不会有问题 因为如果有什么问题 他必然不会沉默 纵观整场对决 不但牙医表现不佳 就连他自己都没能胜出一场 反倒是有点连胜了两次 又一次败北 两百年变四百年 陆叶心中发赌 抬眼看向袁熙 前辈还玩吗 随你啊 袁熙笑意盈盈 魂没了之前的迫切 因为他赌定陆叶 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 这无数万年来 如陆叶这样的人 他见得太多了 从一开始的不情不愿 到最后的疏红了眼 当然 也有不少运气不错的家伙 在这种游戏中胜过他 他也如约定放人家离开了 再来一次 这次的赌注是四百年 陆叶咬牙 他就不信了 不可能一次都赢不了 而这样对决下去 但凡有一次能赢 那之前的失败都可以不做计较 一次抹清 好 那就四百年 元希爽快递答应下来 又半个时辰 陆叶眼珠子都发红了 再来 这次的赌注是八百年 特末的居然又输了 完全没道理的是 已经连输三场了 怎么着也该轮到自己赢一回才对 再半个时辰 陆叶一脸的不服气 还来吗 元希笑望着他 陆叶差点一口硬下 但理智还是压下了心中的念头 果断摇头 不来了不来了 玩得久了有点疲惫 下次再赔前辈吧 一千六百年了 再输下去 就是三千两百年 陆叶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但眼下这状况绝对不正常 没理由自己这边会连输四场 哈哈哈哈 元希一副小人得知的样子 老实说 我还真没见过运气像你这么背的家伙 那今天就算了 下次想玩 随时找我 小子 我今天很开心 他抬手打了葛祥纸 四周的一切迅速消散 等陆叶回过神的时候 仍已回到了大都同府 就在之前苦修的位置上 他站在原地沉吟了片刻 一道神念涌动 意识 抬脚出了自己的府邸 朝意识殿行去 片刻后 意识殿中 元希成十多位修士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来了 陆叶坐在最上方的位置上 目光扫过 都说说吧 傅伟气恼道 绝对有问题 他应该暗中动什么手脚了 他显然也觉得陆叶连书那么多场不应该只是运气问题 有人发现吗 陆叶问道 主要还是看优叠与幻青两位合道 优叠摇头 幻青莫不作声 他们两个都没有发现什么蛛丝马迹 更不要说其他人了 范悟道 大人 我觉得他应该不至于动什么手脚 因为每次对决完了之后 我都会询问一下自己这边的人 选中的念咒与展露的形态有没有不服的情况出现 结果并没有 而且这次场对决下来 那位一直都没有亲自下场 只依靠他那边的阵容就解决了大人你这边 如果非要说他动什么手脚的话 那应该就是影响了我们的感知 让我们对自己做出的决定有错误的判断 有这个可能 陆叶汉手 但潜意识里 觉得慎应该不会做这种事才对 他沉浸在那种简单的游戏中的欢乐 是能清楚地感受到的 如他这样的性情 绝不会允许任何破坏游戏公平性的因素出现 可如果不是慎案中动了什么手脚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总不能说 真的是自己运气太差的缘故 陆叶绝不相信会是这个原因 傅伟道 师兄 下次要不要换个 队长试试 陆叶转头望去 傅伟连忙解释 师兄我不是质疑你 只是有些事未必不可以尝试一下 陆叶没好气道 不会有下次了 再说的话 三千两百年怎么抗得住 就是眼下 一千六百年他都抗不住 只盼着袁熙赶紧回来解决问题 然后带他们从中脱困 第两千五百零四章太过分了 小子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玩 你给个时间 大兜同府 慎所化的袁熙毫无形象的插腿 坐在陆叶面前 开口催促着 自从那一日之后 歇了没几天 慎便又按捺不住 吉莫找上门来 吃过亏的陆叶当然不会答应 连上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他都还没搞明白 再继续跟他那样玩下去 不知道要输成什么样子 城中诸人没有他的允许 自然也不可能同一圣的要求 再等等 我感觉最近西运不佳 前辈不会连这点时间都等不起吧 陆叶随口回到 主要还是等袁熙归来 看看他那边有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要你给我个时间 慎明显有些不耐 他的神通领域虽然范围不小 但也不是时常会有人闯进来 尤其是面对陆叶这样的倒霉但 他往往能从那简单的游戏中 找到一些优越感 陆叶之之无无 心想要不去一趟和和界找找袁熙 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 圣脸色沉了下来 是不过三 小子你好自为之 言罢 身影消散不见 陆叶皱眉 这是圣第二次来找自己 下一次就是第三次了 他这么说的话 那就意味着下一次 不管自己这边同不同意 他恐怕都要强行开始那种游戏 凭他的能力和手段 袁熙城这边根本没人能够抵倒 得去找城主大人 陆叶连忙起身 来到中枢大殿 片刻后 他站在和和界的巨大殿堂中 给袁熙传了一道讯息 询问他在何处 稍等一阵 得了袁熙的回讯 看清城主大人报出来的位置后 陆叶不经争了一下 他去那种地方作甚 闪身掠出 朝前飞去 展查后 陆叶站在一栋熟悉的建筑前 神色莫名 精锐楼 城主大人给的位置就在这里 要说袁熙是个男子 跑来这里并不奇怪 这里毕竟是和和界最大的声色场地 但他一个女人跑过来就有些让人费解了 门前照旧是两排艳兽还匪 恭敬行礼 陆叶目不挟视而入 走进精锐楼 一眼就看到了熟悉的面孔 小友来了 三娘笑着迎上 找楼主 陆叶摇头 我来找我的城主 是他让我过来的 大不知是哪位城主 三娘问道 袁熙 三娘微微汗手 原来是袁熙大人 请随我来 这般说着 前头带路而去 一路七拐八绕 来到一间厢房前 三娘轻轻抬手敲门 直到里面传来声音之后 这才推开门 转头望着陆叶道 小友请 有劳 陆叶点点头 脉搏而入 一路相防 便如尽了另外一个世界 耳畔便立刻传来一些 阴阴艳艳艳的笑声打闹声 鼻尖满是那种令人沉醉的香味 陆叶抬眼望去 只见自家的城主大人 正坐在一张巨大的椅子上 衣衫凌乱 脸颊飞红 眸光迷离 若仅仅只是如此也就罢了 关键他左右怀中 居然不有一个帽美女子 一个依偎在他的胸口处 小手轻锤撒着娇 大人你坏死了 另一个则剥了一粒如葡萄般的浆果 转头瞧了陆叶一眼 内态丛生 背齿清洗 轻轻咬住 往元熙嘴上送去 元熙根本不拒绝 一口吃下 哈哈大笑 陆叶忍不住抬手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结果发现自己并没有看错 方才那放浪行骸的一幕 正是自家的城主大人做出来的 吃 旁边传来一声轻笑 陆叶转头望去 又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连 这位精锐楼主 就坐在元熙旁边不远处 似是瞧见陆叶的表情有趣 忍不住眼嘴娇笑起来 陆叶眼角一抽 平白生出一种家中丑事 被旁人看去的窘迫感 偏偏元熙丝毫不以为意 还抬手热情招呼陆叶 大都同你来了 过来坐 陆叶才不过去 上前两步 一抱拳审声道 卑职见过城主大人 敢问城主大人 这是在做什么 亏得他还以为元熙跑来和和解是寻找解决甚的办法 结果这家伙倒好 居然跑来这里寻花弄月 太过分了 元熙明显喝多了 抬手敲了敲脑袋 我在做什么 想了一下没想出来 转头看向一旁的连 我过来是做什么的 连言嘴道 你说心情苦闷 过来找我聊聊天的 元熙恍然 转头看向陆叶 大都同你听到了 我来找他聊天解闷的 陆叶不竭地望着连 楼主与我家大人早先认识 若非认识 他怎么可能陪坐在这里 连微笑道 我与你家大人算是至交 确实没想到你居然是他的属下 陆叶也挺意外的 若早知元熙与连认识 上次唤清的是 他完全可以找元熙出面来解决 你来找他有事 连问道 陆叶点点头 望着元熙 没好气道 大人 城中的麻烦要如何解决 元熙摆摆手 有气无力 不去管他 我是没办法了 这话听得陆叶心头一凉 连元熙都没法解决 那可要如何是好 他还将所有的指望 都放在元熙身上了 连在一旁开口道 圣兽的神通领域很麻烦 不是能靠蛮力破解的 除非找到克制的法子 不过不用太担心 圣兽基本不伤人性命 而且只要不去理会他 他困你们个三五十年 觉得无聊了 就会放你们离开 元熙也道 是啊大都捅 别去理会他就行 你们就好生在城中待个三五十年 咱们自会脱困 陆叶一脸悲愤 你不早说 元熙嬉嘻笑着 我不知道啊 这还是连告诉我的 现在告诉你也不晚 晚了 陆叶只觉心好累啊 元熙眨眨眼 酒醒了一半 身子都坐直了不少 怎么就晚了 陆叶解释道 先前他让我们陪他 玩了一个游戏 然后现在要困我们一千六百年 多少年 元熙惊呼一声 一千六百年 元熙这下子是真的酒醒了 将怀里的两个女人放开 哪怕对他这样的强者来说 一千六百年也不是可以随便忽视的 他玩得不开心 他玩得倒是挺开心 陆叶不知道怎么解释 主要是自己这边不争气 反正现在咱们要被困一千六百年 大人你赶紧想想办法 我能有什么办法 细成吧 元熙嬉落在椅子上 陆叶认真地想了一下 倒是个办法 一般来说 河道城的城主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河道城的 因为河道珠积攒不易 但元熙城崛起时间很短 如今已是天极 而且还有一座稻池 虽说放弃了有些可惜 但陆叶有截流河道珠的能力 所以再重新打造一座天极 河道城并不算太困难的事 至于稻池 以后等河道城的品级上来 总有机会再打造 大都同你也别回去了 之前的元熙城是咱们一手打造起来的 只要你我联手 就算从头开始也必然可以东山再起 那不行 陆叶摇头 别人且不说 优叠何富为他是肯定要带走的 优叠要走的话 牙医与枯治肯定不能落下 这就最少要带四格走 至于其他人倒是可以不做理会 反正只是被困在那神通领域中 并无性命之忧 我要回去一趟 陆叶说着 冲连行了衣礼 想了想 转头看向元熙 大人也随我已到 一个女人家家 跑这里来放浪行海地算怎么回事 最主要的是 陆叶忽然想到一件事 那就是这么多年来 被困圣神通领域的那些修士们 难道就没有想过弃城吗 借助河道珠可以自由进出河河界 而只要来了河河界 便可由其他人带着前往别的河道城 如此只需稍稍中转一下 就能摆脱圣的纠缠 既是这样 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被困其中无法脱身 这其中又有什么缘由 陆叶这次回去最少要带四个人离开 到时候圣肯定会瞧出端倪 所以元熙必须地跟着一起回去 以防不测 我就不回去了 元熙摆摆手 大人 陆叶盯着她 元熙被盯得有些心虚 信信起来 好了好了 我跟你回去就是 摆什么脸色 连在一旁看得颇为诧异 元熙起身 抬手过了一下旁边一个女子的下巴 对着她吐出一口香气 等我 又转头冲连道 久已留好 我去去就来 知道了 连风情万种地白了她一眼 叨扰楼主了 陆叶冲连抱拳 转身朝外行去 剑步如飞 元熙急忙跟上 片刻后 两人来到了那巨大殿堂 顺利返回元熙城 中书大殿 陆叶神念悄悄涌动 片刻后 几道身影鬼鬼碎碎地走了进来 剑得元熙 纷纷行礼 元熙已经恢复了城主的威严 背负双手站在那里 叶哥哥 发生什么事了 优蝶问道 别多问 去何何界 陆叶偏头示意 优蝶乖乖闭嘴 招呼一声哑哑 哑哑哭 借助何道珠 身影消失不见 第2505章破绽 你也去 陆叶转头看向站在一旁的傅围 傅围张了张嘴 似是想说什么 他硬是看出点名堂了 但最终还是没说出口 待至傅围消失后 陆叶才看向元熙 神念悄悄涌动 何道珠要不要带走 元熙点头 当然要带走 这可是咱们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 那请大人出手 陆叶开口道 若说复为等人离开 圣可能不会在意的话 那何道珠一旦破碎 圣必然会有所反应 所以这边的动作一定要快 何道珠破碎之后 立刻就要带上所有的何道珠碎片 进入和和界 元熙汉手 心飘飘一掌拍落 天极何道珠立刻破碎开来 化作一枚枚碎片 四散飞翼 一如以往 大多处何道珠碎片 都在飞翼的过程中迅速淡化 欲要顿入那冥冥之中 陆叶抬手 猛地一握拳 元熙身形藤魔 已将那些没有消失的 何道珠碎片全部捞起 然后丢了一枚碎片给陆叶 快走 陆叶接过 站在原地不动弹 快走啊大都捅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元熙神色急切地催促 陆叶忽然叹息一声 大人 这样就跑了 是不是不太厚道 我想了一下 那卫生前辈其实挺不错的 你看她实力如此强大 却从未有害人性命之心 天生心怀慈悲 而且她其实要求的不多 就是要有人陪陪她 让她姐姐们而已 元熙神色古怪地望着她 你这么想的 是啊 陆叶神色恳切 1600年而已 在神前辈漫长的寿命中 并不算什么 我们也能支撑得起 她难得遇到合适的玩伴 我们总不好把她丢下 元熙的表情忽然变得似笑非笑 哪里看出来的破绽 陆叶一脸茫然 大人说什么 别装了臭小子 元熙冷恒一声 我知道你看出问题了 要不然也不会说这些话来哄我开心 但是我弄不明白 你到底哪里看出来的破绽 我所缔造的幻境 都是由你心香而生 应该不会有任何破绽才对 陆叶剑蛮不下去了 只能挠挠头 其实就是随口一试 却不想真的如此 暗暗惊悚 在破碎河道珠之前 她没有瞧出任何破绽 不管是她从元熙城出发进入河河界 又或者在河河界中所见所闻 在至精锐楼中的一切 都无比的真实自然 直到破碎河道珠 她截流河道珠碎片的能力没有奏效 陆叶才忽然觉得不对 原来她之前所经历的一切 都只是幻觉 她进入的河河界是假的 她见到的连河三娘也是假的 只有元熙是真的 而且还是圣幻化出来的 终于明白 那些被困多年的修士们 为什么没有借助河河界中转逃离了 因为一般人根本做不到 元熙应该是进入河河界了 她的实力足够强大 虽说她找不出圣的踪影 可圣估计也很难影响到她 不过前辈 我方才之言发自肺腑 绝无半点虚假 陆叶神色严肃地补充道 元熙倾笑一生 是真是假你自己心里清楚 前辈 我那几个同伴呢 陆叶问道 如果方才的一切都是假的 那优蝶和富为他们哪去了 元熙台手打了个响指 四周的一切开始变幻 陆叶发现自己依然站在 中枢大殿这里 但方才已经被破碎的河道珠 重新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至于优蝶等人 则都昏倒在一旁 根本没有进入河河界 陆叶已经 连忙上前查探 确定他们几个都没有问题 只是昏睡了过去之后 这才放下心来 这次就算了 毕竟我也玩得挺开心 但最好不要有下次 明白吗 元熙警告道 不会有下次 前辈放心便是 陆叶点点头 元熙的身影消散了 陆叶在原地等了一会儿 又叶他们才慢慢苏醒过来 询问了之前的情况 得知答案后 剧都默默无言 这下好了 有圣在这边时刻盯着 就连静和和解都成了失望 更不要输气成了 而且输起气成 陆叶才后之后绝 这是圣故意设下的圈套 大概是想看看自己的 知真相后的一些反应 可以确定 若是自己没看出破绽 平胜的强大能力 大概会将那个幻境 一直维持下去 对他而言这不是什么难事 而且他应该会玩得很开心 回到大都同府 陆叶满心无奈 下次圣再找过来 要跟自己玩那个幼稚的游戏 自己就在没有拒绝的余地了 但吃了那么大的亏 陆叶是真心不想继续玩下去了 得想个法子才行 忽然意识到 圣就只是要玩 只是要有人陪他解闷 其实玩什么都无所谓 既如此 那只要能让他开心 那情况最起码不会继续恶劣下去 把眼下的局势稳住 等圆叶回来再做打算 面头一动 陆叶有了想法 甚并没有给陆叶太多时间 前后只是一天的功夫而已 他便又以圆叶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 忽然见到陆叶正在忙碌 一时不解 你在做什么 主要是他没见过这些东西 一块块似四方方的小玩意 上面一个各不同的图案 陆叶手上还拿着一块 正在往上面雕刻着 前辈来了陆叶招呼了一声 这是什么 趁坐在陆叶面前 随手拿起一个小方块 认真看了看 这是凤凰 怎么这么丑 你没见过凤凰 陆叶心中冷笑 心说自己何止见过凤凰 这是妖姬 妖姬 趁茫然 不过明显来了兴致 他天生就对自己 未曾接触过的东西 有浓厚的探索欲 就是小鸡 也可以叫一条 为什么他叫一条 趁的问题明显很多 陆叶道 你别管为什么 反正他就是一条 还有二条三条到九条 正义脸沉吟 弄好了 陆叶将最后一个方块雕刻完毕 抬手一挥 将所有的方块全部收起 走 前辈 我带你玩点好玩的 连那种简单到幼稚的游戏 甚都能乐词不比 玩得津津有味 陆叶就不幸自己找出来的这个不会让他沉迷 他但凡只要沉迷在其中 那以后自己的日子就省心了 一听说好玩的 盛果然来了兴致 屁颠垫地跟在陆叶身后 朝请 意识店 一张桌子摆好 陆叶 盛 优碟 饭物 四人各聚一方 其他猪人都站在陆叶身后 陆叶的声音徐徐响起 这个游戏叫麻将 打法多变 我现在选择一种玩法跟你们讲一下 以后大家有事没事多来陪盛前辈姐姐们 知道吗 众人齐齐硬道 知道了 李小子很不错 沉明显很满意陆叶的表现 这无数年来 他施展手段困住的修饰不计其措 其中有不少都想方设法地讨好他 但他还真没见过这么新奇的玩意 自然兴致勃勃 陆叶的声音继续响着 众人认真倾听 为了让大家尽快熟悉其中的规则 陆叶选的是最简单的玩法 一番讲述之后立刻带着圣他们上手实战 偌大袁熙成 微微意识店 两大河道 两位容道 开始了一场不见刀光血影的厮杀 也不知若是袁熙忽然归来 看到这诡异一幕该做何敢想 圣很快沉迷其中 而且在了解了规则之后 他还特意施展手段 隔绝了整个意识店内所有人的感知能力 所以在这地方 无论修为多强 实力多高 都没有任何发挥的空间 只能凭自身的技术和运气 饺子 你这个游戏我喜欢 我决定给你们捡一百年 趁这边杠上开花糊了一把 心情大悦 陆叶听得眼前一亮 那可就多谢前辈了 真没想到 还有这意外之喜 趁到 以后再有什么好玩的都告诉我 每个游戏都给你们捡一百年 陆叶佩然心动 前辈 这可是你说的 我说的 趁不住地汗手 陆叶顿时觉得妥了 甚至明显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方才就说了 麻将的玩法多变 何止十六种 每一种都是一种新的游戏 区区一千六百年而已 随随便便就能捡完 直到半日后 陆叶才忽然意识到自己把问题想简单了 因为甚也意识到一个问题 再又糊了一把之后看向陆叶 小子 这个游戏也可以带堵住的吧 陆叶心里一个格登 很想说不能 但慎又不是傻子 怎么可能随便被胡弄 前辈要堵什么 你就不想早点离开吗 慎尊尊善佑 我们完全可以用时间作为筹码 陆叶连忙拒绝 可我们是三个人 前辈只有一个 这样堵的话不太公平 那简单 如之前那样分的队伍就成 二对二就公平了 陆叶想了想 立刻道 那我跟范兄一对 这半天时间玩下来 陆叶发现 慎的运气其实也很一般 反导师范悟的运气不错 至于优叠和自己 都只能算平平无奇 他这话一出 优叠立刻投以忧怨的眼神 陆叶只当没看到 第2506章 我能找到慎的本体 一时点钟两两分组之后 定下了输赢的规矩 厮杀继续 慎的运气果然很一般 才短短不到半日时间 并伙同优叠一起输掉了百年 陆叶精神大战 朝范悟投以鼓励的眼神 让他再接再厉 范悟不负他的期望 接下来的半日内凭一己之力 杀的慎与优叠与亏气甲 我要求换人 慎明显察觉不妥 再这么搞下去 1600年还真不够他输多久的 等自己这边的筹码输完 他就要放陆叶等人离开了 这是他不想看到的 所以他想替换掉自己的 那不中用的队友 因为优叠的运气实在太差劲了 前辈 你这么搞就没意思了 陆叶当然不会同意 范悟这边正气势如虹 若是换掉一个人 谁也无法保证范悟的势头 还能不能持续下去 又没有破坏规则 你也可以换人 可是我不想换人 那是你的事 我拒绝 陆叶毫不退让 没用没用 我想换就换 正显然不想跟陆叶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 一抬手指着优叠道 你下去 优叠转头看看陆叶 陆叶也满心无奈 知道凹不过肾 便退而求其次道 那这样前辈 咱们各退一步 你要换人 有我指定接替者 可以 正不假思索地点头 陆叶回头 目光在观战了一天的人群中扫过 点向在角落边缘的附围 你来 附围的运气一直都不怎么样 尤记得在那奇观中他可是很倒霉的 而且出了奇观后 还被某个河道给勤了 若非最后陆叶让昆利出面 搞不好已经被带去某个河道城当努力了 富为落座 陆叶立刻发现 情况不对了 范雾的势头被止住 桌面上的排风 开始刮向之前运气频频的渗 让他连连得胜 心情大悦 反倒是自己这边 运气变得比之前还要差 如此又半日后 直接输掉了之前赢回来的时间 陆叶豁然起身 我也要换人 这张桌子 他就不适合坐下来 好在这么长时间观战下来 大家早已手忍了规则 任谁上来 都能有所发挥 行 趁了呵呵地笑着 他只是要人陪自己解闷 至于到底是谁就无所谓了 他转头看了看 随便点了一个奴隶接替了陆叶的位置 陆叶站到一旁观桥 慢慢松了口气 这个奴隶的运气还不错 虽说没有什么大胜 但最起码把局势吻下来了 时间流逝 桌上四位轮来换去 唯独圣稳做一方 乐此不彼 陆叶等的烦躁 袁叶还不回来 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 他准备过几天再传授圣另外一种玩法 如此便又可以减少一百年 有了之前的经历 他知道借助和道朱顿如何和解是不现实的 除此之外 甚并没有对城中修饰做其他太多限制 陆叶不愿在意识殿那边空耗时间 索性便返回了自己的大都同府 正修行时 静置被触动 这无疑是有人来找自己 陆叶略一查探 为感亚然 稍稍放开了静置 一道身影推门而入 身段高挑 容貌出众 只是面上一片深沉的死疾 陆叶是没想到来找自己的 因为自从当日将他从精锐楼中带回来之后 他便一直是一副对外界毫不在意的样子 陆叶与他也没有任何私下里的接触 所以他不清楚这个女人过来找自己做什么 有事陆叶问道 幻青也不说话 而是坐在了陆叶面前 抬眼 眸光凝视着他 红唇清洗 确实没有任何声音传出 陆叶心领神会 将自己大都同府的静置激发到最大程度 幻青神念涌动 我能找到圣的本体 陆叶瞳一缩 第一反应便是圣又来戏弄自己 一如他之前让自己误以为进入了和和界 但仔细想想又不对 自己只是在这里苦修 又没有冒犯甚什么 而且他如今应该在意识店那边 沉迷心的游戏无法自拔 没道理又跑来戏弄自己 可如果这不是圣的手段 幻青又凭什么有这样的自信 他真要有这本事 为何早些时候不说 此事瞧出了陆叶心中所想 幻青道 大人不用多虑 我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那就要有个过程 没有过程的证明毫无意义 过程 陆叶皱眉 请大人回想一下 甚于我们玩的第一场游戏 他的运气是不是太好了一些 大人就没有察觉到其中有问题吗 陆叶早就觉得有问题了 可始终没想出来问题出在哪里 最大的可能就是圣案中动了手脚 所以才能在那种单纯比拼运气的 简单游戏中连胜四场 但这也是最不可能的 因为圣本身就是要玩闹 他若暗中动手脚 那就失去了体验游戏的乐趣 这是他绝对无法容忍的 问题在你身上 陆叶皱眉 幻青不可能无缘无故这么说的 他既然这么说了 那肯定有原因 不全是 但算是 我只是推波助拦了一下 幻青毫不避讳地承认了 请大人再回想一下 四场对决 我与大人的阵营有两场不同 我出场时的输赢是怎样的 陆叶当然记得 第一场他压轴出场 以一敌四 结果在连胜两阵之后被幻青斩落马下 遗憾败北 第二场幻青在自己这边 毫无作用便被人家轻易收拾了 第三场同样如此 第四场幻青在对面 连胜了三场 跟自己在一个阵营就输 跟自己在对立阵营就能赢 陆叶仔细回想了下其他人的情况 发现唯有幻青如此 若说是巧合到也有可能 但概率不大 怎么做到的 陆叶问道 幻青道 我能看穿肾的幻术 陆叶道 所以你一直都知道肾的本体在哪 知道葛大概 为什么要这么做 陆叶有些生气 如果幻青一直都知道肾的本体在哪 那完全可以早点说明 到时候他与优蝶联手 找到肾的本体 自然就可以脱困 而不是如现在这样 一直被困在这里 袁熙说过 肾的实力其实不强 随便一个河道 只要能找到他的本体 都可以轻松解决 他真正无解的 是他的神通领域 这是连周集和道成都能困住的诡异神通 我说了 我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那就必须的有个过程 幻青神情平静 入夜会议 你有所求 因为有所求 所以才要证明自己的价值 从情分上来说 幻青与袁熙成所有人都没有交情 他只是被精锐楼楼主送出来的 并没有帮助袁熙成的立场 他甚至没有将自己当成袁熙成的一份词 情绪平复下来 陆夜问道 你想要什么 那枚玉绝 幻青严谨一概 陆夜懂了 你想要自由 连将幻青送出来的时候 交给陆夜一枚玉绝 凭此玉绝 并可轻易掌控幻青的生死 所以他需要那枚玉绝 以此来摆脱束缚 他之前其实想过 要不要将玉绝交给幻青 但考虑到幻青来袁熙成的时间尚短 未曾归心 而且这个女子的性情好像有些冷漠到不尽人情的程度 真没有手段束缚她的话 她未必愿意留下来 袁熙成如今正是缺少人手的时候 尤其河道 多一位少一位河道对袁熙成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所以陆夜便打算 等以后幻青认同袁熙成了 愿意留下来了 再将玉绝交还 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 如果幻青真能解决眼下的麻烦 还他一个自由又何妨 陆夜又不免想起 之前在精锐楼中 傅为说过的一句话 他说幻青与自己有一段因果 该不会就因在这事上吧 傅为这小子 果然是有真本事在身的 是 我可以助你江盛的本体找出来解决掉 前提是你将那枚玉绝交给我 成交 陆夜和首 说话间 忽然又意识到一个问题 在你的计划中 应该还会过一阵子 在与我说此事吧 幻青不语 陆夜便知道自己猜对了 先让我们感受一下身的手段的无解 然后你才能与我谈条件 得到自己想要的 只不过麻将的出现 让你感受到了一些威胁 所以才会这么快找上门来 虽说眼下意识店那边有输有盈 但谁也不敢保证 甚会不会忽然没运当头把一千多年输个干净 即便没有出现这样的事 幻青也察觉到陆夜这边稀奇古怪的点子不少 回头等陆夜讨得甚的欢欣 幻青再说这事就被动了 所以眼下才是最好的时机 算是吧 幻青点点头 请大人原谅我的自私自利 只是经历的事多了 有些时候考虑事情不得不周全一些 陆夜不至可否 他能理解幻青 但这次吃亏的终究是自己 如果幻青从一开始就跟他提这个要求的话 他必然是会答应的 结果现在搞得费事费力 要起事吗 陆夜面无表情必望着幻青 不必了 你就不怕我反悔 陆夜表情也余 第2507张范眼 幻青这种冷漠的性格是很难做到对旁人有足够的信任感的 尤其彼此并不熟悉 所以保险起见 当然是历史更稳妥一些 若历史 新冤意志必有回应 甚会察觉 幻青解释道 陆夜点点头 确实如此 以新冤意志知名历史的话 会有一些很微妙的反馈 旁人未必能察觉到 但甚必然会惊觉 放心 你若真能解决眼下难题 我自会将一诀交给你 陆夜给了他一个保证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现在 幻青说话间 徐徐站起 转身朝外行去 陆夜迈步跟上 出了大兜同府 幻青一个掠身 来到那高塔之上 陆夜站在原地没动 抬眼望着他 心中着实有些好奇 幻青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找到慎的本体 要知道就连袁熙拿这个事都没有任何办法 轮实力 袁熙绝对要超过幻青很多 又有天际和道场的增幅 但这世上 许多事情并非只靠实力就能解决的 那高塔上 幻青依然神色死急 目光空洞地望着虚空深处 一动不动 直到某一刻才忽然神色变得坚毅 陆夜清楚地看到他嘴巴蠕动了一下 然后张口一吐 一滴红通通如红宝石一般的鲜血吐出 跌宕着极为奇妙的力量波动 陆夜不知道这到底是幻青的鲜血还是舌尖血 看起来好像都不是 更不知其中有怎样的玄妙 幻青却抬起一只手 大拇指印上那一滴鲜血 反手愣在自己的额头上 这一瞬间 他的身躯剧烈颤抖起来 好似在经受着难以想象的痛楚 大拇指微微往下滑动 没清楚一道裂缝徐徐开启 几乎是在幻青这边有所动作的同时 亦是大殿中 正在摸牌的肾变忽然心有所觉 猛地抬头朝幻青所在的方向望去 目光似能洞穿虚空 指一眼便脸色大变 立合一声你在做什么 声音宏大 震得意识店内所有人耳眸发颤 陆夜闪身来到幻青身边 抬手按在了盘扇刀上 做防备状态 同时也催动了血同秘术加持双眸 一身道力凶猛催动 已经踏出了这一步 没有回头路可走了 他不知道幻青到底有没有那个能力 找出身的本体 但只从他之前的说法来看 他确实有看穿衫手段的能力 陆夜眼下只能信他一次 相信他不会拿自己的自由开玩笑 退一步说 即便幻青这边失败了 还有袁熙那边作为期待 幻青的身体站抖的更加厉害了 随着大拇指地移动 那没清楚的缝隙越来越明显 三席之后 等他的手垂落下来的时候 一道血光忽然绽放 陆夜转头望去 微微眯眼 因为此刻的幻青整个人气质大变 没了之前的冷漠和死疾 转而变得神秘莫测 没清楚赫然多了一只血色独眼 那里满是繁傲复杂的花纹 组构成一个奇妙的图案 徐徐旋转着 每一次旋转 都有一层血光 从那血童中弥漫开来 冲击四方 一是殿内 圣所画的圆熙的身影 被这血光一冲击 瞬间消散不见 一个莫名的声音随即响起 范眼 李氏范足 这明显是圣真正的声音 之前陆夜所听到的所有声音 都只是圣幻化的对象的声音 不过他这句话导 是把陆夜给弄糊涂了 他一直以为幻青是人族 因为从外表上来看 他跟人族没有任何区别 可甚此刻却说他是什么范族 陆夜压根没听过这个种族 几乎是在圣化音落下的同时 陆夜便感觉四周的幻境 有了一些变化 整个世界在那血色光芒的冲刷下 好像被剥离了一层 涂物地让人感觉变得更加真实了一些 血色光芒波及的范围很广 所过之处 虚幻逐渐退散 而在这种退散的虚幻中 还不断地有各种不同形象的生灵突兀出现 杀气腾腾地朝这边冲来 可不等到近前 就被血色波及 消散的无影无踪 小姑娘有话好好说 千万不要冲动啊 神的语气明显变得有些焦急 陆夜大感惊奇 甚至家伙 连袁熙都不放在心中 却好像对此刻的幻青味如蛇蝎 你们范族的范眼一生之中只能动用一次 用过之后便与人族再没区别了 又何必浪费在这里 你收了神通 我放你们离开 正苦苦劝说着 过程中依然在施展手段想要干扰幻青的动作 但那些虚幻根本无法触及幻青分毫 血色光芒冲刷之下 一切皆是虚妄 而面对他的劝说 幻青表现得无动于衷 范族的范眼一生之中确实只能动用一次 但他都已经开始了 又如何能够停下来 真若是信了慎的鬼话 那他就再没有制约这只异兽的手段了 血色依然在跌宕 世界在吞色 就好像这原本是一个经过各种手段卫装出来的世界 如今逐渐被剥离了那些卫装 这世上怎么还有范族 老夫怎么这么倒霉啊 天杀的 正悲愤安嚎着 放眼这整个礼界 除了那几位赫赫有名的强者 他不敢随意招惹之外 可以说没有任何人被他放在眼中 唯独范族 那范眼简直就是他的克星 可是这个种族早就应该已经被灭了才对 血影成的那位当年发起过一次对范族的绞杀行动 因为范眼也克制了他的某个神通 如今看来 还有漏网之鱼 而且已经有了河道的修为 对他而言 这简直就是个灾难 高塔之上 陆夜目光沉宁 渐渐地看清了四周的真实景象 一片死急的虚空 一座座破败的河道城漂泊在四周 这些都是之前不曾看到的 如今当那卫装散去之后 便都呈现在视野中了 这些河道城 无疑都是曾经误闯入甚神通领域的 被困在这里不知多少年 最终取散人中 大大小小的河道城 少说几百座 看得陆夜心惊不已 这还只是被困在这里无法脱身的 这无数年下来 肯定有运气好能脱困的 在那边 幻青忽然转头看向一个方位 身形略动便朝那边扑去 陆夜景随其后 他也察觉到了那边的一些异常 两道身影飞掠 前方诸多幻境扑面而来 但皆都被犯眼神通克制消你 一路畅通无阻 前方一座破败的河道城中 一道小小的身影忽然从中窜出 速度很快 陆夜一时竟没看清到底是什么样子 幻青却是早有准备 身形一晃就追了过去 轮实力 陆夜不知道自己与幻青熟强熟弱 但河道终究是河道 速度上不是自己能比的 所以即便他催动了血盾树 一时竟也追之不得 不过很快 前方就传来了交手的动静 陆夜眉头一扬 知道河道是被幻青追上了 迅速上前 片刻后 果然见到了正在交锋的双方 幻青的道兵是一条绸带 身形天仙似在跳舞 但那绸带舞动间 确实封锁了四方空间 有一个小小的身影被困其中 陆夜并演一瞧 终于看清了河的真面目 没有想象中的威风凛凛 也没有什么霸气侧漏 乍一眼瞧 这家伙简直就像是一只小狸猫 放在任何地方都毫不起眼 可就是这么一个家伙 却是赫赫有名的异兽 鬼秘的神通领域不知让李界多少强者 这几尘沙 袁熙说的没错 神的实力并不强 在最强大的神通领域被克制之后 他才与幻青交锋片刻就已经全面落入了下风 若不是幻青没有对他下死手 只怕他以凶多吉少 正显然是个没骨气的 此刻正一边与幻青交手一边疯狂告扰 口中喋喋不休 换青喜会理他 他不下杀手 是不愿 所以只是动用自己的盗兵困住肾 留待给陆叶解决 陆叶诗诗然站在一旁瞧了一会儿 嘴角一勾 前辈想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 算下来 这是他与肾真正意义上的头一次见面 之前所见的全是幻影 小子 快劝劝他 让他住手吧 我放你们离开还不行吗 前辈说这话不觉得太迟了吗 陆叶轻横 之前前辈戏弄我等的时候是何等潇洒四亿 怎么这回没了之前的风范 我错了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不该把你们困在这里的 前辈 有些事做了便是做了 认错也没用 陆叶一边说着 一边徐徐拔刀 瞬间杀气腾腾 可有一言要交代 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甚大惊失色 陆叶一个容道他倒是不拒 关键他真不是唤清的对手 顿时心急如焚 有话好好说 何必动刀呢 对了 你要核道猪嘛 我给你核道猪 我有很多 嗯 陆叶眉头一扬 杀气顿时收敛了一些 你也看到了 这些年很多核道城被困在这里 那些核道猪都留下来了 骗我 我可没有感受到核道猪的气息 陆叶杀鸡一宁 我藏起来了啊 那些都是我的宝贝 当然不会随随便便放在外面 盛连忙解释 第2508章盛的妥协 李藏在哪了 陆叶问道 这神通领域中光他看到的 破败核道城就有几百座 这无数年下来 盛到底弄到了多少核道猪 只怕是个难以想象的数字 若是能得到这些核道猪 袁叶城怕不是能一飞冲天 那可不能告诉你 我先答应放了我 盛把小脑袋摇成了破乱骨 他又不傻 陆叶杀鸡如此清晰 他当然要先确保自身的安全 不说就算了 陆叶徐徐抽刀 核道猪这玩意很特殊 不能被收入任何储物空间中 所以盛大概率是动用什么手段 遮掩了那些核道猪的气息 然后将它们藏在这神通领域的 某一个隐蔽位置 既如此 那只要解决了盛 回头慢慢找 总能找出来的 等等等等 盛在一次慌乱 我还有别的好处给你 你要是没有别的特别令人心动的好处 那就不用说了 陆叶持刀卖布 正满心苦涩 他唯一的筹码就是核道猪而已 哪还有什么别的令人心动的好处 只觉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困住了陆叶等人 可他也没想到 这伙人当中居然有葛饭足 关键人家还核道了 前辈 再给你一个选择 陆叶悠然开口 陈嘛 圣精神一阵 如此死局忽然多一个希望 不免让他被感期待 陈服我 立是做我的受宠 圣的能力太强了 强的让陆叶有些眼红 他的实力确实不怎么样 但只要不是被克制了 他根本不需要亲自出手 只凭自身的神通领域 就能将旁人玩弄于鼓掌之间 这样的异兽若是能够收服 日后这礼界 陆叶只要不去强闯十大河道城 基本可以说横行无际 群长时候不可能有这个机会 但眼下却可以试一试 陆叶觉得还是蛮有希望的 毕竟能活着谁愿意去死 正沉默着 陆叶还以为他是在思量 却不想下一刻他就冷笑起来 小子 你未免也太小瞧前辈们了 死确实很可怕 但你想要我做你的受宠 我只能告诉你是痴心妄想 曾经我也想收服你们某个人族 你知道他当时跟我说了什么话吗 说什么 他说 吴自由 吴宁死 正呵呵笑了起来 老实说 当时我觉得那家伙蠢得可怕 人若死了 那可就什么都没了 要自由有什么用 不过现在啊 我倒是有些理解他了 陆叶微微汗手 手中长刀一阵 那就请前辈赴死 收服不了 也不可能轻易放了他 那就只能杀了了氏 一 怎么动不动就打打杀杀 趁话锋一转 我忽然又想到一个是 可以给你另外一桩好处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什么 我可以给你们河道城留下一道本命秘书 如此以后你们的河道城便可摧动我的神通 陆叶闻言眉头一扬 此话当真 字无虚言 甚连连点头 这个我可以心冤意志知名历世 绝不会有半句妄言 陆叶顿时心思活络开来 眼下圆熙城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手不足 尤其是河道层面 相对于一个天际乃至即将荒急的河道城来说 三个河道的数量确实太少了 而且此番之后 幻青大概率会离开 到时候就又只剩下两个河道了 不说河道 便是荣道的数量也远远不合格 而人手不足带来的最大问题 就是攻防不能接备 若遇强敌 袁熙实力强大倒是可以出战 可防备力量终究还是薄弱了些 就如上次与陈双的大战 防守方面全靠路叶与优叠的配合 打得其实很辛苦 可如果袁熙城能催动圣的神通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圣的神通有多强 他这段时间可是领教过的 回头神通幻境一催 任何来攻打袁熙城的敌人都要陷落其中 至于他说的本命秘术 范燕就是缓清的本命秘术 这种秘术很多时候一生只能施展一次 非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任何人都不可能轻易施展 缓清为了自己的自由 催动了范燕 而圣则是为了活命 对他们而言 这样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怎么样 圣开口问道 前辈确定你的秘术可以加持在河道场上 放心 如果不确定我也不会说这个事 我可不想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 催动的代价是什么 陆叶又问道 如果催动这种秘术的代价太大的话 那就是饥乐了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不过不用担心 凭你们河道场的底蕴 是能够驾驭那秘术的 交谈间 幻清忽然开口 半盏茶 什么 陆叶转头朝他看去 心下一惊 因为幻清没清楚那邪言好像有了些变化 范燕只能维持半盏茶了 幻清解释道 陆叶立刻明白 他这是在催促自己赶紧解决眼前的事 否则等范燕秘术失效 便在没有能制约肾的手段 他连忙转头看向肾 立誓吧 另外 我需要你藏起来的所有核道珠 正转着眼珠子 无疑是生出了一些别的什么想法 陆叶倒立一催 狂暴一刀斩出 巨大刀芒贴着肾的身子斩尽虚空 远远不息 实习 立誓 或者死 陆叶语气冷冽 感受到他态度的坚决 肾内心深处一声叹息 眼眶都有些湿润了 知道再不可能有什么反抗之力 当即道 立誓可以 不过小子你要先立葛氏 我做到自己的沉默之后 你们要放我离开 陆叶二话不说 直接立了葛氏 他如此干脆 更让肾没了退让的空间 只能跟着立了葛氏言 随着他话音的落下 幻青朝代一收 看向陆叶 陆叶 陆叶抬手 将那欲绝朝他丢去 幻青一把抓住 低头省视了一下 然后塞进怀中 转身便走 不过让陆叶稍稍感到恶然的是 幻青前行的方向居然是圆溪成 他之前一度以为幻青得到欲绝之后会离开的 眼下导师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只能回头有空再问问了 真是狼狈啊 甚把自己圈成一团 毛茸茸的大尾巴挡着自己的半张脸 似乎很羞愧的样子 说起来 他纵横礼界这么多年 连周吉和道成都在他这里折几尘沙 结果却在袁溪成这条鹰沟里翻了船 想想就在半日前 他还在袁溪成的意识店内与富为他们愉快地玩耍 结果现在就搞成了这个样子 果然外面的人心险恶 自己的心思太过纯良 前辈得罪了 陆叶走到他身边 微笑汗手 盛抬头望着他 不禁言语道 你并脸可真快 对他没用的时候就杀鸡腾腾 对他有用了就笑脸相迎 这人实在是太现实了 咱们从哪边开始 陆叶问道 盛叹息 一脸肉疼道 我先带你去找河道珠吧 片刻后 在一座废弃的河道城内部 盛双足并用一阵波拉 从一处隐蔽位置找出了藏在这里的河道珠 正如陆叶之前所想 这里的河道珠被盛动用手段遮掩了气息 所以他之前才没有察觉到 可是 怎么这么少 陆叶皱眉 这河道珠的数量跟他预计的相差十万八千里 盛白了他一眼 这只是一处地方 你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出的也是 陆叶点点头 上前将那些河道珠收起 然后满怀期待地跟着圣前往下一处藏宝币 一个时辰后 陆叶望着圣 一脸的不满意 你可别告诉我 所有的河道珠都在这里了 所有的河道珠都被取出之后 虽然数量不少 但依然与陆叶预计的有很大差距 真的都在这里了 圣眼神真诚 我要这玩意没用 而且等你们走了之后我也会走的 私藏没有意义 可是怎么可能只有这么点 陆叶根本不相信 之前光是他看到的破败河道城就有几百座了 虽说河道珠被破碎后 大多数碎片都会顿入冥冥之中 可终究会有一部分留下来的 最少几百座河道城的聚合积累 用脚指头想也不会只有这么点数量 正用爪子挠了挠脸 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我用了不少 你用 陆叶不解 你用这东西做什么了 确实没想明白 难不成这河道珠碎片还有什么别的妙用 正朝陆叶伸出一个爪子 示意他给自己一枚河道珠碎片 陆叶便拿了一枚给他 然后眼睁睁看着这家伙屈指一弹 口中还发出一声怪叫 那河道珠碎片便被他弹得飞出 陆叶的目光一直望着那消失的河道珠碎片 想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直到彻底消失在视野中 也没有任何变化出现 他有些僵硬地转头望向盛 你也知道钓鱼总是要鱼耳的 这些年我偶尔会丢一枚碎片出去 看能不能吸引人过来这边一探 陆叶腰间的盘扇刀震了一下 忽然有种拔刀斩了这家伙的冲动 第2509章本命秘书 陆叶说的偶尔应该没错 但时间跨度太长了 偶尔偶尔一下 谁知道他到底用这种方式丢了多少河道珠碎片 陆叶只恨这家伙把所有河道城的河道珠都破碎了 否则现在几百座河道城的积累 凭他手段 没有一枚碎片能够顿走 这样的一笔庞大积累 能将袁西城推高至什么层面 屡级不太现实 但陆叶估摸着咒级应该是可以展望一下的 你最好不要有私藏 陆叶盯着圣满眼的警告 圣叹息道 小子你对我就算没有信任 可我终究是立了事的 这说的倒也是 誓言之下 圣应该也不至于私藏 否则就有可违背誓言的可能性 这样的风险他绝不敢承担 走吧 陆叶将所有的河道珠碎片收拾起来 用衣服包裹住 提在手上 朝袁西城飞去 少请 返回袁西城 一群修士都站在这里等待着 明显是想看看圣的真面目 圣也不虚 一跃来到陆叶的尖头上 抬起爪子跟富伟他们打着招呼 这么些日子的相处 大家也算是熟人了 只不过富伟等人终究是头一次见到圣的本体 不免有些好奇 前辈你那秘书要加持在什么位置 陆叶问道 去中书大殿那边 我那秘书就是要加持在河道珠上 陆叶转身就朝中书大殿行去 朝请 大殿内 陆叶将一枚枚河道珠碎片融入原先的河道珠中 甚等在一旁 报一刻 河道珠的光芒明显亮了一分 整个河道城都微微一震 冥冥之中多了一些奇妙的变化 荒极了 之前圆熙领着陆叶去了一个河道城 助人攻城 大多处战力艇都被圆熙撕藏了起来 而那座被攻打的河道城便是荒极的 自那之后 圆熙城距离荒极其实就不远了 如今又有提升 进入荒极在意料之中 陆叶很想知道 这所有的碎片都融入进去之后 能不能提升到更高的红极 可惜结果让他有些失望 从圆那边得到的碎片数量固然不少 却没能让圆熙城一步跨出两个层次 最终依然只停留在荒极层面 陆叶甚至都无从判断 眼下的圆熙城距离下一层次还有多远的距离 不过算下来 收获其实还是很大的 而这只是个天头 陆叶更期待的 是圆身本命秘书的加持 微微转头 看向一旁百无聊来的圆 前辈 该你了 圆一跃而起 落在河道珠上 抬眼望着陆叶 小子 咱们要不要商量一下其他的解决办法 临门一脚 他明显有些后悔了 毕竟那种秘书跟范眼一样 他一生之中只能施展一次 而且过后会元气大伤 不知要花多少年才能休养过来 陆叶不畏所动 只是冷漠地望着他 前辈若不怕誓言的反噬 随时可以走 李可真是铁石心肠 震愤愤一句 忽然闭上了眼睛 下一刻 他身上倒立涌动 不仅如此 周边虚空游离的倒立也跟着沸腾起来 陆叶清楚地感觉到 所有的倒立都在朝河道珠上灌入 而且似乎身体内还有什么奇妙的气息在流入河道珠中 明亮的河道珠内部隐隐多了一些说不清到不明的变化 肉眼望去 似有什么东西在内部游动 仿佛一条条细线 时间流逝 圣身上的倒立波动越来越凶猛 河道珠内那一条条细线开始复杂起来 逐渐组成了一个模糊的图案 直到那个图案变得跟圣的本体有些相似的时候 圣才忽然睁开眼睛 满身疲惫滴落了下来 他一副元气大伤的样子 哪怕之前与幻青交手也没这么狼狈过 体表的毛发好像都失去了光泽 可以了 圣开口 如何催动 陆叶问道 秘书加持在河道珠内 这里又是整个河道长的中枢大殿 诸多阵法汇聚 那秘书其实就是一道特殊的阵法 陆叶了然 既如此 那就如催动阵法一样催动他即可 要不要试试 圣提议道 不知为何 陆叶总感觉他好像有点别的什么小心思 想了想 他传音一句 一直等在外面的幽蝶立刻闪身而入 叶哥哥 李氏是前辈的本命秘书 陆叶指着河道珠 本城之中 防守方面一直都是幽蝶负责 而且他有河道修为 做着是自然要比自己更合适一些 幽蝶汉手 转头看向盛 与他简单交流问询了几句 这才探手按在河道珠上 道理催动 很快 一圈肉眼可见的涟漪忽然从河道珠上弥漫而出 扩散四方 陆叶神念探出感知 很明显地察觉到整个河道城都生出了一些变化 他眉头唯唯一皱 看向了一旁的肾 正见他黑黑滴笑着 我出去看看 陆叶说着 闪身就掠出了中枢大殿 直奔外面虚空 直到离开了袁溪城 他才停下身行 转身回望 视野之中已经没了袁溪城的踪影 原本袁溪城所在的位置 被一块巨大的浮路替换了 关键是这块浮路还在不断变换着各种形态 这显然是优蝶还不熟悉那秘术的原因 陆叶观桥间 这块浮路就变了好几种形态 直到某一刻 他忽然又消失不见了 但紧接着又凭空出现 如此入影若现了好几次 才最终彻底消失 陆叶将自身感知催动到极致 也没能从原先的位置察觉到什么 不得不说 甚给袁溪城加持的这道秘术很不错 似乎是极隐秘和遮掩于一体的 就如他的神通领域范围内 所有的真实都被虚幻掩盖了 眼下袁溪城就是被虚幻遮掩 但是 情况跟自己想的好像不太一样 哪怕没有瞧出太多破绽 但陆叶依然能察觉到 这道秘术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强大无敌 他看不出破绽 那是因为眼力和实力不足 换做一些实力强大的河道来死 未必就瞧不出什么了 被耍了 怪不得刚才圣笑的那么微妙 身形移动 朝前掠去 越是靠近袁溪城 陆叶越是能察觉到前方的不协调感 如此来看 甚加持的秘术果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 也远不及他之前施展出来的种种手段 直到靠近袁溪城一定程度 虚幻渐渐退散 整个城池的模糊轮廓出现在视野中 而在陆叶落入圆溪城后 那种虚幻更是彻底消散不见了 重返中枢大殿 陆叶看向圣 前辈 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下 圣装糊涂 你要我解释什么 前辈心知肚明 理不说清楚我怎么知道 陆叶心神沉淀 查探天赋树 树身上黑烟滚滚 那是天赋树的威能在坟灭他之前立誓放了圣的约束 照这个进度 短时间内肯定没法化解的 好了好了 不跟你闹了 次是瞧出陆叶脸色不对 圣也不敢再装傻充愣 小子 跟你解释之前 我要问你一句 你觉得我的神通领域强大吗 陆叶汉手 很强 没有任何破绽 就连圆溪都找不到圣的踪影 而幻青与幽碟两个河道 更是在这神通领域中被耍得团团转 那你可知道 这么多年来 我为何一直留在这片区域 圣又问道 陆叶摇头 这种事他哪里清楚 因为我的神通领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强的 而是需要好好经营积累的 圣解释起来 积累的时间越长就越强 要不然你以为我喜欢留在一个地方不动弹 他这么一说 陆叶才忽然意识到了一个被自己忽视的问题 如圣这样喜欢玩耍和热闹的 按道理来说是不可能一直苦守在一个位置的 他完全可以在礼界中随意游走 只要不去那十大河道长的区域 礼界之中基本不会遇到什么危险 可他却一直留在这里没挪过窝 陆叶之前没想过这个事 如今听了圣的解释方才明白 他的强大很大一部分因素在时间的积累上 而不是说他的神通领域就真的那么强 这个事他若不说 陆叶还真不知道 我花了十万年 才将神通领域积累到这个程度 但也因为困了我十万年 很多时候我都想离开 却又不敢 老实说 小子我的谢谢你们 你们帮我做了一个决定 所以前辈之前才说 此番之后要离开这里 陆叶反应过来 刚才跟圣取核道珠的时候 圣确实提过这事 说他马上要留了 私藏核道珠没有任何意义 陆叶当时只是一听 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当圣觉得这里不安全了才会要离开 如今才知识别的原因 是啊 我十万年的积累经营被迫 当然要换个地方 那前辈就是这么谢我的 陆叶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圣舔着自己的爪子 别搞的一副你吃了很大亏的样子 我加持的本命秘书虽然不如神通领域 但其中有诸多妙用 回头你们自己探索下就知道了 而且我还送了你那么多核道珠 这话听的确实没错 可结果与预期有差距 不免让人有些失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